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新疆阿克苏市 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阿克苏的文旅夜市 看看南疆的夜市和北疆的夜市有什么不一样 文旅夜市是阿克苏的八大夜市之一 听说是当地最有人气的一个夜市 进来后就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室内夜市 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很干净 美食餐分布在两边 小吃的种类感觉还挺多的 中间是用餐的地方 这个有点像乌鲁木齐阿道桥的那个夜市 规模好像也比阿道桥的更大一些 但是客流量肯定没有阿道桥那边的多 毕竟阿克苏的人口没有乌鲁木齐多嘛 当然这里的客人其实也不少了 这样的客流量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就在夜市的中央 居然还看到有唱戏的 这个真的感觉有点突兀了 后来才知道这里每天都有演出活动 我去的那天正好安排了戏曲的演出 这个和夜市的氛围很不搭 不知道夜市的管理人员是怎样想的 接着看一下里面的这一段 这一段的客人好像也不少 而且这一段当地特色的美食似乎更多 我先带大家转一圈看看吧 这家是卖各种串串的 这里卖的串串都是客人选好之后 店家在后厨做好 然后再给客人送过去的 还可以买一些小菜 这个是片废子 听说很好吃 等一下过来买点试试看 这家店也是卖串串的 这里卖串串的还是比较多的 你们看这些展示柜里面 全都是各种串串 有水煮的也有烤的 这边是卖烤鱼的 八醋烤鱼 这个在新疆非常有名 这边是卖羊头的 还配有各种小菜 这家是卖各种肉串的 不是羊肉就是牛肉 诶 这个小孩好可爱 还有卖凉皮的坛味 这是卖烧鸡的坛味 还有这个是卖架子肉的 小吃还是蛮多的 不过主要都还是各种串串 我后来买了一小叠片肺子 这个一公斤是35块钱 最少得买10块钱 我也没吃过不知道好不好吃 就买了10块钱试试看 然后看到有卖水果捞的 本来想买一碗的 看到他们家也卖酸奶鲍冰 最后就买了一杯鲍冰 找了一个没人的桌子坐下来吃 这是我的酸奶鲍冰 这个是片肺子 长得有点像土豆 这个不知道是米肠还是粉肠 买的时候老板娘说 好吃的恨 现在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 感觉这个片肺子不仅长得像土豆 吃起来也跟水蒸的土豆一样一样的 主要是吃不出什么味道 不知道当地人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反正我个人感觉一般般 还好只买了10块钱 不过酸奶鲍冰倒是不错 新疆的酸奶真的很好喝 这个夜市的整体氛围还是不错的 和北疆的夜市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来阿克苏旅游的话可以来这里逛逛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带大家去喀什看看 那咱们喀什见吧 拜拜